欢迎收看本期精彩内容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但发音标准声音也格外洪亮 他一人能敲打多种法器动作娴熟沉稳 功底非一年半载所能练就 张某闲暇下之余总离不开说经道法 用因果警示大家 很受师兄们的崇敬 都把他当作善知识 佛门的导师 渐渐的小寺庙的人气忘了 有请归一的 有请教经咒的 有求加持的 也有亲近侍侯陪福报的 我请他为我做了归一并拜他为师 他说要受我为入室弟子 我感觉这是师父对我的器重 给我多陪福报的机会 所以满心欢喜地接受了 从此我对张某十分恭敬 事事都听他的指点 当我遇到什么想不开的事情 也不忘请是他 张某对我们弟子要求很严 他说 末法时代写师多如牛毛 你们没有正知正见 容易走入魔道 当张某说到自己的一位密宗师父 如今以原济为某寺院的肉身菩萨时 充满了自豪 并充满信心地鼓励 每一位皈依弟子说 你们要好好听师父的话 好好修行 师父一定让你们今生成就 我们同去西方极乐 令大家无不鼓舞和感恩 随着大家渐渐地熟悉 张某感到时机成熟了 便在我单独请法的时候 总是说我们之间有很多事的缘分 前世也许我们是朋友 姊妹 也可能做过夫妻 现在你是我的入室弟子 入室弟子在密宗里面 就是双修的夫妻云云 当时我觉得师父说得奇奇怪怪的 难道他 可随即又想 佛门修行八万四千法门 我们顿根之人又知道多少呢 怎么能用世俗的念头看待善知识 他看见我没有反感 就更进一步给我介绍密宗双修 说这是如来无上妙法 通过这个法门能够快速提高自己的层次 如果我们能够修这个无上妙法 会对双方都有好处 并说 要把这个法传给我 叫我考虑 我立马就决绝了 因为我觉得这是在造作罪业 于是他言辞正色道 这个法不是随便哪个都可以传的 要看你的根性适合不适合 我是想付出自己多年的道来 帮助你得到解脱 我不是那种贪图女色的人 我都出家二十多年了 不可能为了你断送我的法身 要知道我比你更懂因果 比你更怕堕地狱 如果我和你修这个法 我的道行起码倒退五百年 我不会勉强你的 如果你不修这个法 我会离开这里 听他这么一说 心里非常矛盾 对这个修法似是而非 觉得师父修行这么高 话也诚恳在理 出家人不打妄语 想来不会骗我吧 前四后想在矛盾的情况下 我还是答应了他 谁能想到灾难从此降临 一段时间后 我感觉这和凡夫做没有什么区别 什么二体合一 什么体声 什么太阳月亮鬼之道 心里开始担心这个修法 是否入理入法 而且偷偷摸摸的感觉 令我整日担惊受怕 严重违背了自己做人的原则 更害怕造作罪业 下地狱 那段日子 我终日寝食难安 在极度矛盾与压力下 我终于坚决提出了终止双修 万万没想到他恼羞成怒地说 我们的修法有菩萨护法见证 不是你我说不休就不休了的 你现在拒绝我 你这不是等于在断送我的法吗 如果你不同意 那我就要断你的法身会命 要你永不得超生 常言道 宁动三千水 不动道人心 给你三天时间考虑 我不知道他会用什么法力 来断我的法身会命 又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灾难 我估计张某有这个本事 我害怕极了 怎么办 我吃不下睡不安 精神快崩溃了 又担心他还要来找我施压 这事儿能跟谁说 菩萨帮帮我吧 菩萨保佑 我想到了一位要好的师兄 他也是张某的皈依弟子 当我犹豫地说出我的苦恼时 他已明白了八九 并鼓励我不要害怕 坚持原则 他不过是吓唬你而已 没那本事断你什么 同时他也坦诚地告诉了我 张某用同样的手段引诱过他与其双修 令我恍然大悟 更坚定了我摆脱他的决心 三天很快过去了 他打来电话催问 我断然地回绝了他 只听他在电话那头大怒道 那好 你就看着办吧 便猛然挂断了通话 大有山雨欲来 丰满楼之事 正如我所料 不一会儿功夫 他就赶来了 我躲了起来 张某到我家里 没有找到我 便冲到我上班的大门口 大声谩骂 说我与他有男女关系等等 严重破坏了我的个人声誉 之后张某每天都要打无数次电话 骚扰恐吓我 说什么跑得了今天 跑不了明天 我要杀死你全家 炸了你的房子 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如今我真是后悔不已 后悔自己学佛正邪不分 后悔自己真伪不变 更后悔自己一族师成千古恨啊 前思后想 张某的种种行为 完全就是一个披着袈裟的伪君子 想到那些还蒙蔽在他谎眼里的师兄们 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揭露他的真实面目 于是我来到了张某住持的寺庙 正当我面对两位师兄说明来意之时 他大怒拔出藏鱼身后的刀向我刺来 说时迟那时快 我猛地逃出了门外 幸好两位师兄对他及时阻挡 才使我得以逃生回家 但是始料不及的是 张某居然尾随我追到家中 另外一位师兄见情形不妙 也跟随其后 张某这畜生居然当着另一位师兄的面 要我与他发生性关系来表示我的悔过 菩萨保佑 在那位师兄的劝阻下 他没有得逞 当真相大白于天下之时 一切阴暗的东西都将死于阳光之下 通过发生这件事情 绝大多数师兄都离开了他 说也奇怪之后传言 他居然和地方的村民不断发生冲突 实在待不下去了 离开了那座小庙 后来才知道凡是在寺庙里护法的女众 都被骗与其双修 没有哪个逃脱了他的魔掌 都和我当初的想法一样 觉得是如法的 又觉得不好对其他的师兄讲 致使张某脸财片色一如反掌 想起《地藏经》上讲 若有众生 或加兰内自行淫欲或杀或害 如是等倍 当舵无间地狱千万一劫 求出无期 太可怕了 罪过呀 我提屑忏悔 然而事情并没有了结 在他走后依然天天电话 威逼恐吓 死磨烂缠 说已经还俗要与我结婚 如不答应 一会儿说与死网破 一会儿又要杀我父母 一会儿又说要常住在我家 在我精神近乎崩溃的时候 我终于想到了用法律保护自己 也最后言辞警告他 你过去的种种行为 已经触犯法律 只要胆敢再越雷迟一步 我将坚决拿起法律的武器还击 常言道邪不胜正 终于他才真正从我的生活中 彻底消失了 感恩佛菩萨让我觉醒 也感恩我的众多师兄为我助阵 我终于逃脱了魔掌 战胜了邪恶 重回到修学净土法门的菩提大道 自此以后我发誓一定认真持戒 清净修行 以净土法门为上 将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为道场 修去自己的贪 称 吃等种种杂乱心 自证 至真 至善 至美的佛心 按佛陀教诫 以大修行为本 这是莫学学佛以来的一点体悟 有不妥之处 还望各位同修加以指教 并在这里感恩这次事件中帮助过我的所有师兄们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小弯别忘记点击订阅哦 我们下期精彩继续 我们下期再见 约